《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掀开经本 《轮贯》第十五页 十五页 我们从第二句 《经地藏大事》这一段看起 《经地藏大事》现身六道 于事不可说 用世西谈护原 随机说教 话转悟心 大开不悦此三 上一堂课 我们学习到 画转悟心 三种转化 先转自己再转别人 转恶为善 要先转恶为善 才能转迷为悟 最后才能转迷成圣 所以这个三转 这个三种转化 这个次序 必定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段文 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 这种画转悟心 三种转化 他做到了 他本身做得非常严满 自己做到了 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 自己做不到 就不能帮助别人 我们看前经所说的 确实是这三桩事情 现身六道是真的 绝对不是说 地藏菩萨只在地狱 做幽冥教主 其他五道就没有了 不是的 他的六道通通有现身 不是只有在地狱 那我们平常讲 地藏菩萨呢 就是去地狱 救度这个罪苦的众生 菩萨慈悲 地狱罪苦 所以对于地狱罪苦的众生 特别关心他们 多照顾他一点 其实菩萨的心 他是清净平等的 此地讲 于事不可说 这是天台家讲的 天台中这个说法 天台家这个说法 是根据涅槃经说的 涅槃经说 六不可说 天台讲世教 把六不可说 浓缩成事不可说 配藏通别远 第一个说呢 深深不可说 这是藏教 藏教说 能生的因缘 所生的诸法 皆为实有 所以叫深深 这是小圣的教义 在佛法里面 小学 小学的 教义 这个说法 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 为什么呢 随顺熟地而说 也就是 随顺世间人的知识 所讲的 世间人能够理解 的范围讲的 那这很容易 解说 那么 为什么说 不可说 想到究竟处 这说不出来啊 虽然这个东西 摆在面前 有因缘 因 还有因 比如说 这个果 它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个原因 前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一直追下去啊 这个 打破砂锅 问到底 问到最后 就没办法说了 由此可知 世间人真的是 迷惑 他能肯定 眼前这个事 再往前 一推 他就不知道了 眼前这事情 知道 为什么这事情 会这样啊 一推 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再往后面 一想 也不知道 其实 眼前这个事实啊 就眼前这些事情啊 那又何尝知道呢 这个 又何尝能了解呢 所以 在小学课程啊 佛教的小学课程啊 讲众生能理解 他能接受的 这一方面 所以成为这样子 都是有 真的有 有 有从哪里来了 讲这些啊 接引啊 这个 初学 第二是通教 前面是讲 生生不可说 这个第二个通教是 生不生不可说 这个生生当中 加一个不 生不生不可说 通教讲 能生所生 都是当体极空 所以说 生不生 当体就是 当下就是空的 你说这个物质 存在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物质灭了 它才空 它还存在的时候 就是空 所以叫当体极空 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 一个房子 房子拆掉了 空了 没有了 人这个死了 去烧的时候变成灰了 那个人的形象没有了 这才是空 所以通教呢 又更近一层了 前面讲的这个空 大家能理解 没有了 那就空了 但是呢 还存在的时候 就是空 这个就近一层了 所以叫当体极空 所以说 生不生 波罗经 讲得最清楚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三心不可得 心在哪里啊 你去找 走不到 那么佛在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能生的这个心不可得 所生的一切物呢 物都是原生 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也是物质 这个物啊 是原生的 原生就是各种因缘合起来 那么 才生起这个现象 这个当中 他没有自性 原起性空 就是这个 是因缘生起来的 他没有自性 所以叫性空 无有自体啊 他没有自己一个 一个本体啊 所以当体极空 是组合起来的 了不可得 人生所生都不可得 这是了解事实真相啦 好像我们这个身体 有我们的神事 再加上 腹精母血 这样合合起来 这样 才生出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当中啊 就是 有几种缘合起来的 所以说他没有自性 那一个房子 我们也可以理解 一个房子 不是他就是一个房子 他有很多条件啊 因缘去组合的 要钢筋 砂质 水泥 还要工人 还要有地 打地基 等等的 那才生起一个房子 这个各种缘啊 聚合起来 那么才 升起这个房子 那每一样物质 都是这样 都是各种因缘啊 集合起来 升起的现象 他没有自性 所以说 他当体就是空 这个像还存在的时候 就是空了 不必等到这个像 没有才是空 那活在经上讲 这个 能生所生 了不可得 都不可得 这个教义啊 前面通小圣 后面通大圣 所以称为通教 跟前面啊 小圣啊 这个也接通 这个叫体空观 前面那个小圣啊 藏教啊 叫西空观 来分析分析 分析啊 你要分析 他才能够理解 叫西空观 那这个是体空观 不用透过分析 知道啊 当体就是空的 所以这个通 就是前面通小圣 后面通大圣 所以天台中 给他判为通教 第三个叫 不生生不可说 这是别教 别教说 真如不生之理 他生起始法界 差别之事 所以叫不生生 这个道理说的 比前面更深入一层 真如确实是不生 不生 为什么会生出来 生出始法界 差别之相 我们说一个 浅显的比喻 心 不要说真心 忘心 我们只说 凡夫所讲的心 心里头没有梦 心里头没有梦 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会做梦 梦 梦 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 但是心里头 确实没有梦 心里头要有梦的话 那每天晚上梦 应该是一样的 那总会有变化 怎么每天晚上梦的 都不一样 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 从来没有两个梦是相同的 从这个比喻里头 诸位细心去体会 真心里头 确实没有像 真心里头确实 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为什么会变现出始法界 一正庄严 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啊 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升楼万象了 这些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佛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从无明 变现出来的 那无明怎么来的 无明因真心起来的 无明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之下 人生是真如真心 灯照的影子 那个影子 是无明 就是那个影子是无明 但是那个影子 那个影子是跟着身体走的 你走到哪里 他的影就到哪里 所以用这个比喻 让我们去理解 这个真如跟无明 所以离开真如 离开自信 也没有无明 所以那个望 是依那个真起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这个执着那个希望 把自己这个真的迷失了 执着那个影子是自己 所以离开真如 没有无明 无明是依真如而生起 那怎么生起呢 迷失了真如 迷了 那么项中里面讲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就是我们一个念头 迷了 那 才出现这个无明 那个一念不觉 非常威细 我们决定觉察不到 是极威细的一念妄动 所以无明的像是动像 一念心性的像是静像 是极静的 不生不灭的 动他就生灭了 虽然一无明 变现出始法界一正庄园 你要是带着无明 你看始法界一正庄园 是动像 是妄动 你破了无明 你看始法界一正庄园 是极灭像 清静极灭像 那这个无明啊 怎么来的呢 一念迷了 那什么时候迷了 这个这个 佛在《愣言经》《圆解经》 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 那佛说无明啊 无明产生这些现象 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 那起来之后 我们成了佛没有无明啊 那什么时候又会再出现无明呢 这个《愣言经》啊 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 那无明 什么时候起来 什么时间起来 过去哪一个时候起来的 其实你是找也找不到啊 那佛在经上 实际上讲得很清楚 就你一念不觉 那就念念不觉 什么说得起来 当下现在起来的 念念都是无明啊 当下就 是当下起来的 所以无明叫无死无明 它没有开始啊 但是每一念都是无明啊 你这一念转过来 那就绝啦 无明就没有啦 因为它是虚妄的嘛 那绝了之后 什么时候会再起无明呢 那就不会再起无明了 就没有啦 因为它是虚妄的嘛 那不是真的 所以佛用那个 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有矿 把那个矿去掉 杂物去掉 纯金 变成了纯金啦 你就 不会再 恢复到那个矿了 金永远摆着它是金 你看那个黄金几千年啊 它也不变 那是真的 它不会再变成矿了 那么佛我们要从这个比喻去误入 所以如果你破了无明啊 你看死法界一阵庄严是极灭象 清净极灭象 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 向水心转 我们凡乎看到象动 佛菩萨看到象不动 都没有动啊 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子 矿物有沉住快空 植物有生住易灭 那这些生灭象啊 你破了无明 看到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通常佛讲四象 诸佛菩萨眼睛里面没有这个四象 没有 沉住快空啊 生住易灭啊 生老病死的 没有啊 你看这个这个信经不是讲吗 无无明义无无明尽嘛 没有啊 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 所以一切法常住不变 我们见不到 佛见到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呢 见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 你就是 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 无生忍 我们常常念这个 回向记啊 验生西方净土中啊 九品联发为父母 发开见佛物无无生啊 发开见佛你就物无生忍了 看到我们眼前 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 人没有生老病死 动物也没有生老病 植物也没有生住易灭 荒物也没有沉住快空 那就是清净庄严 这个叫一生法界 清净庄严 人是同意肯定的意思 佛肯定 我正如这个境界 我也肯定 佛是这个说法 我同意 那么这样啊 你就是 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 无生法忍的菩萨 仁王经讲 下品无生忍是七地 中品是八地 上品是九地 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 就恭喜你呢 你最起码也是七地 菩萨以上 仔细看 在生灭当中 你看到不生不灭 犯计法说 就是在法相里头 去见那个法性 在万象里面去见一念自性 法性就是一念自性 所以你见到了 就是禅宗讲的 明心见性 见性就成佛了 性在哪里 性就在一切众生 一切万法上 金就是气 气就是金 没有离开的 用黄金做了许许多多东西 我要金子 你告诉我 金没有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都是手拓戒指 项链 种种的 这些气 没有看到金 但是他不知道啊 那个气就是金啊 那你见到金 知道了明白了 你随便拿一样 在银楼里面摆出来的 千万种 器具 都是黄金打造的 那你随便拿一个 就是黄金啊 你有一个不是啊 黄金打成一尊佛像 黄金打成一条狗 分量一样 质量一样 质量一样 重量一样 那都是金啊 那所以你看死法界 形形色色 就像云楼那个气啊 各式各样的 那你如果说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金啊 那就是金子啊 那金子是打造那些气 那所有的气 通通都是一个金 所以你随便拿一个都是啊 所以没有错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行 你看一切众生生 身螺万象 千差万别 通通是自性变现 也就是说那些气啊 各式各样的 通通是金打造的 轮贯前面讲 一念自性 一念就是自性 自性就是一念 一念你就见到自性 二念就见不到 二念迷啦 所以敬中念佛 目的在哪里 在一心不乱 一心就是一念 一心就见到自性 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在哪里啊 眼前就是一真法界啦 这个法界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苟不敬 不依不义 真见到啦 你觉得这一切万法 有义有同 有生有灭 有来有去 那是你的错觉 你看错啦 所有的人都看错了 佛呢 他对啦 那这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我们今天给人家这么讲啊 那人家会说 我们头脑有问题啊 看事情看不清楚 那大家看呢 都认为是这样的 那就只好随顺大家啦 所以普贤菩萨呢 十大雁王啊 有一愿啊 就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在随喜里面啊 成就自己 利益别人 那么这个是不生生不可说 这是别教 第四个呢 原教 原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 原教讲的真如之理 以死法界之事 是一不是二 所以叫不生不生 这四种都叫不可说 前面第一个 深深不可说 第二个 深不深不可说 那么 这个 第三个 不深深不可说 这个是不深不深不可说 这四种都是不可说 所以 障通 别人 世教的原理 只能体会 不能言说 所以叫不可说 我们在经典里面啊 常常看到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就是不可说啦 不可用你的思维想象 不能用你的原理去议论 就是不可说 就是不可说啦 禅宗 禅宗 常讲的 开口变错啊 动念极拐啊 就是不可说 无法说出来 只能体会啊 只能体会啊 无法言说 所以叫不可说啦 真理 本来就没有办法说 世尊以 善巧方便 以不可说 当中 还是用言说 言说 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 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 便解如来真实意 你要以为有说 如来真实意 你永远不能体会 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才仿然大悟 中门教下的开悟 就是弃入了这个境界了 所以悟的人啊 说记赞佛感恩戴德 这叫善巧方便 那在我们中国孔子老祖讲的道 非常道啊 那道不可说啦 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那个道 地藏菩萨现身六道 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 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 在人道 人有男子身女子身 有互惠身 有贫贱身 族类不相同 族情不一样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 人道里头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 菩萨无处不现身 众生不认识 菩萨也不落相 那么 这个 不可说当中啊 不可说的礼仪太深太难了 但是还是要做啊 用世西坛护言 用世西坛护言 随机说教 这个护就是 护会的护 这个护 随机说教 这就是 家师常欠导 主委同修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跟别人往来 跟人交往 这邪恶佛了 佛用的态度是世西坛 世色法 我们学会世西坛世色法 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 就无往不利 你就会得到群众的翻领 会得到大众的爱戴 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 你的人缘好 得人缘 世西坛第一是世界西坛 什么叫世界西坛 另一切众生生翻喜心 那这个叫世界西坛 那世是讲时间 皆是讲空间 那时空啊 就包括一切众生 不但现前的众生 我们要令他生翻喜心 过去的众生 未来众生亦复如是 三世十方一切众生 我们跟他接触 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翻喜心 这是菩萨 当他不翻喜 不翻喜的时候 我们就退避 我们现在就不接触 他听到也翻喜 那个人怕我 我不喜欢他 他就回避 到以后慢慢明白 这也是他尊敬我 他怕我生烦恼 他让我生翻喜 他明白之后 他就来找你 你不要找他 他来找你 他来向你忏悔 转变悟心 这是第一条 那这个第一条 世界其谈 就令众生生翻喜心 那众生 能够让他生翻喜心 为前提的 如果众生不喜欢 那我们就 先不跟他接触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送经书给人 人家不了解 他也不认识 那他不要 就不要勉强 那等到哪一天 他 他想来接触接触 了解了解 那再送给他 那他不要 你硬塞给他 他生烦恼 他不生翻喜心 第二次 为人西坛 西坛是西是普遍 这个名词是法泛和士 法语跟泛语合起来解释 坛是泛文 西是中国字 西是普遍 平等的意思 坛是坛诺 布施的意思 这个 第一个布施要翻喜 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 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翻喜 这是佛菩萨所做的 这个世界西坛 那这个世界西坛 这个涵盖子很广 好 像现在这个我们 这个佛光山 他做了很多 这个这个接引 社会大众的一些佛洞 还有一些誓言道场也有错 像佛光山他做这个 比如说教人家插花 教人家煮素食烹饪 等等这些 社会大众 比较有兴趣来接触的 他们翻喜 那你 一下子叫他来 来来来来来 学佛来听经念佛 那恐怕他就不敢来 所以用这些去接引 大家要深欢喜大家有兴趣 那么第二个要普遍布施 为人 家师常常讲念念为众生 不要为自己 要为众生想 要为众生得福 要为众生得利益 为一切众生所想 不要 不要只想到自己 要念念想到一切众生 别想自己 想自己就错了 想别人就对了 一切诸佛菩萨 都是这个想法 决定没有哪一个佛菩萨想自己 佛菩萨呢 发了愿修行 念念都是为度一切众生 众生想别人还附带想自己 没有把自己忘掉 这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诸佛菩萨想众生 因为众生就是自己 同体大悲 无言大慈 所以没有附带 没有附带条件 对自己 那还有什么条件 没有 所以叫觉悟 想别人还附带自己 虽然 比那个只有想自己 不想别人 当然要觉悟了 但是这个觉悟还不透彻 不彻底 这个觉里面还带一分迷 所以不能成大觉不圆满 道理在死地 念念要为别人着想 念念要为苦难众生着想 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 事实真相 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 众生现在受苦 果报现前 这个果报是什么因 什么样的因来造成的 什么样的缘来造成的 你要想到 然后再想到 如何帮他解决 拿出对次的方法 这是第二个 第二种西坛 这个第二种西坛 为人西坛 第三是对次西坛 你有对次的方法 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 他一定要善巧方便 要关机 他能不能接受 喜不喜欢接受 比如一个病人 菩萨是一个医生 他一看就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 他有方法对峙 可是病人对于医生要有信心 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有信心 不肯接受 接受了信心不计足 服他的药没用 不能产生效果 你对医生有十分的信心 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 这里面的道理也很深 其实医生跟病人 关键也是在一个缘分 在一个缘分 医生跟这个病人 彼此有缘 那很奇怪 吃他的药就有效 另外一个人跟他没有缘 他吃他的就没效 这个跟信心有关 所以这个道理也很深 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 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 他所造的种种夜缘 这夜缘果报他很清楚 因此能够对症下药 为他说法 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 就能震果 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 世尊讲经说法 听众当中还没听完 听了一半他就开悟 他就震果了 我们看到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能够关机啊 说的法弃他的机 触动他的悟门 拔除他的毛色 毛色顿开 这叫对痣 对痣 这条不容易 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 很难做到对痣 自己悟得越深 悟得越彻底 对众生的了解 认识越深入 对痣的效果就越明显 越殊胜 要会关机啊 看看他是什么程度 什么根基 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 知道他是什么病 这是第三啊 对痣西坛 第四是第一义西坛 第一义西坛讲的是什么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帮助他念佛往生做佛 这才是第一 不能够往生 换句话说 决定不能离开六道 不能离开六道 就有很大的麻烦 这一生他能接受你的教诲 能够转二为善 不能破迷开悟 来生啊 生道善道 生善道之后 这一想福 还能不能保持断二修善 那就很难讲了 今天我们看到世间啊 这些大户大贵子的人 大企业家 做大官的 当总统的 那么他们前身啊 也都是有断二修善 修福报 那么 他这一生啊 他 才能得到这个果报 但这个果报现前啊 一享福 现在一享福 人 一享福啊 享受就浮屠了 就迷了 那迷了怎么样呢 造恶业啊 那造恶业啊 没有继续修善业 那福报响尽了 恶业啊 成熟了 那堕到三个道去了 所以如果没有了生死出三戒啊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 这个修善啊 法院经讲 忘思菩提心 而修善法是名谋业 那这一生修福 来一生享福 享福迷了又造恶业 那后生啊 第三生又堕落到三个道 啊 所以 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视线有福不详 为什么 他有福报现前他不享受 那为什么不享受呢 保持高度警觉啊 福一想 决定迷惑颠倒 马上就退转 马上就堕落 诸位冷眼观察这个世间 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看啊 现在那些大富大贵人家 哪个不造恶业呢 全身修居多大的善根福德 敢得这个果报 修多久啊 才有这个果报 这一生 享福迷惑了 不知道修 断了修缮 又造恶业了 来生要堕落 这个多可惜啊 在 人间享受的果报 时间不长 顶多几十年吧 人的寿命不长 人的寿命不长 你享福的时间不长 福报想完就到三个道去啦 这个佛法里面讲三四月 第一声修福 第二声享福 第三声堕落 享福 就不知道再继续修福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 你说有钱的人 有几个人他能再继续修布施呢 那我们现在呢 接触到的有些大企业很有钱的人 那布施啊 真的不如一般小康家庭 那小康家庭 但布施的还比他多 那这有钱人呢 显得就就很 很小气很吝啬了 那不肯布施啊 不知道继续修啊 所以享福就不知道修福啦 所以福不可以想 这是真理 那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 到你什么时候不迷啦 你享福你也不会迷 那就可以享了 那最低限度啊 正阿罗汉果 那可以享福啦 那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 还没有正阿罗汉果之前啊 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 那自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是对的 其实 有问题啊 往往都是不对的 正的阿罗汉果 那就有把握啦 没问题啊 自己 起码是 正见了 那所以可以享福 那么法僧大事啊 享大福报 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那法僧大事 他可以享乐 那他在那里可以享受 那他在那里可以享受 那但是到我们这里来啊 那佛菩萨不能事先享乐啦 享受 那如果佛菩萨 那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享受 那佛菩萨那福报太大啦 无量无边啦 那到我们这个世界 实现做个人 享受大富大贵 那有什么问题呢 一点都不难啦 那但是佛菩萨呢 那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卓二世啊 他不能事先那个享受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享受我们大家都学他啦 他能享受 我要学他来享受啊 我有钱我也要享受啊 那他享受没问题啊 佛菩萨享受没问题啊 我们的凡夫啊 一享受就糟糕了 迷惑颠倒了 要招恶业了 所以佛菩萨阿罗汉 事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 不能享受 要待众生苦 所谓待众生苦 就是他事先啊 不享受 你说 这个佛菩萨 他都不享受了 他事先一个不享受 有福报他不享受 那就要让我们学习他啦 我们有福报了 我们也不要享受 那 释迦牟尼佛 就是 事先给我们看 要让我们学他 释迦牟尼佛 哦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 释迦了一个苦行生 人家福报是盈满的啊 他这个投胎的是国王的家庭啊 他是王子啊 那出家修行啦 成佛啦 福慧二卒尊啦 什么福报没有 大福报啊 那为什么他还是一直 释迁一个苦行生 每一天啊到外面去脱波 就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 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 还没有证得正觉之前啊 福报想不得啦 想福没有造 没有不造罪业的啦 想福必定会造罪业 在这个阶段当中 有福应当啊 给大家分享啊 跟大家分享啊 不要自己独享 给一切众生想 自己决定不想 出家人接受信徒的贡养 钱财来得容易 如果这些贡养处置不当 就剁山土 所以诸位仔细观察 这些贡养多的老和尚 你看什么 看他怎么死 我们就警觉了 就知道了 你看他死的时候 糊里糊涂 死的那个像很不好 那是恶像 那我们就觉悟到 佛菩萨以主师大德视线 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 我们不能效法他们 说不定他是佛菩萨视线 视线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啊 他不是真正迷惑颠倒 故意视线一个迷惑颠倒 然后临终也是受劳苦 病苦啊 这样给我们看 那他是视线 视线是假的啦 那我们是真的啊 我们如果学那个样子啊 那我们真的多地义 那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啊 他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还是以恭敬心看待 他是我们好老师 视线榜样给我们看 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看就对啦 那不管他是假的是真的 他就是来提醒我的 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善之士 都是帮助我们觉悟 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 我们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 活菩萨视线 我们不知道 有视线正面的 有的视线反面的 无论是正面与反面 对我们都 起深深教化的作用 这也说明啊 偶尔大师所讲的 净言无好丑好丑起疑心 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 他是活菩萨视线 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 看到他呢他堕落啦 对我们没有起教化作用 我们 在看笑话 可见得 是非善恶 外头静静没有 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啊 这个我们要懂的 外面好不好 就是在我们一念 一念能转得过来 不好也变成好的 好的那当然更好啦 只转不过来啊 好的也变成不好 不好的就更不好啦 关键都在自己 一定啊要帮助人啊修行正果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 就是劝人啊 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那就帮助人啊 修行正果 在今天啊就是 帮助人往生西方净土 一定要啊要晓得 在我们末法时期 除这个法门之外 一生当中 想正得 果报 决定不可能 你一生啊这一生 修行想正得阿罗汉果 办不到啊 不要说阿罗汉果 这个出国洗头法都 都很难 那不可能达到 那也不要说正果 正果要断烦恼啊 我们服烦恼 都有一定的难度啦 何况断 所以只有这个 净土法门啊 代业往生 所以无论修哪个法门 都要断见识烦恼 断见识 或 谈何容易 啊 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 做不到 啊 我们要找 在一生当中 可以做得到的法门来修 啊 我们才会有成就 做不到的法门 你要去修 你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那就可惜了 所以法一定要契机 才能收到效果 诸佛菩萨 都是用世西坛 互言 互言就是感应了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他这个应是世西坛 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下面啊 我们下一次 下一堂课 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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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